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一个油电交汇的时代 当然我们都知道乌亚的趋势就是电 所以就很多人在想 如果让我保留一台油车也会流奶胎 当然南波金尼法拉利保时也很美好 但是它可能不适用于大多数人 比如说像韩哥 他说他保留一台LS6 这是实力的表现 那我911就保不住 而如果你把预算缩到一个比较频密近人的区间 三四十万 哪怕四五十万 在这个价位 如果让我留一台油车 我会留这台mini GTW 首先我必须得告诉你 这台mini应该是你能买到的最后一个时间段的纯油mini了 因为mini这个品牌会很快很快进入纯电动化 电动mini的概念车其实已经都出来了 而这台mini GTW其实马上也要停产了 所以说它是一个绝版的收藏 不为过 这台车应该是在这个价位你能买到的最具有传统燃油车军生的车了 因为在我眼里形容mini这个品牌最合适的两个字 简单 我们回溯一下mini的发家史 大概在五十年代末 英国跟埃及干了一下 引发了苏伊士运河危机 从而引发了能源危机 但是英国这个国家就没有油了 那咋办呢 那车还得跑啊 所以英国就想造一个省油的车 mini应运而生 所以mini这个车最起初 它和什么时尚啊 潮流啊 复古啊 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它就是为了省油 真的吗 而整个车的结构也非常简单 它用了当时比较创新的横置前驱的布局 相比于传统纵制后驱 横置前驱的结构特点就是 简单 小 省地 省钱 而整个车呢 也很简单 除了前面横置的发动机 再加一车壳 四个座椅 来了 车呢也很轻 当然啊这个轻量化也为它后来参加妈咪赛 变得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当然这些都是因为它简单 同时底盘也很简单 它传递上来的路感没有经过任何的过滤 无论是震动还是声音 都是最原始的所谓卡冰车般的驾驶感受 在我习惯了那个大SUV软面面的悬架之后呢 我感觉这个悬架就是没有悬架 哈哈哈哈 一切都是这么真实 转向 没有助力 当然这车其实是有助力的 但是这个方向盘很沉 在低速挪车的时候 我甚至一个手打不动 我需要两个手来打 所以这真的是打引号的 没有助力 所以整个车真的是非常简单 而实时精致 我现在正在开的这台 2022年的Mini GTW 这应该是Mini全系 比较高等级的车型 高性能版本了 它已经是配置最高 最复杂的Mini了 但是它还是一个很简单的车 整个是车厢了 只有方向盘是皮的 现在全是塑料或者是布的 座椅方向盘调节全是手动 整个车跟自动能连上关系的 主要是这个自动空调 自动雨刷 它没有任何的智能化的设备 最智能的就是这个定速巡航 也没有什么科技化的配置 最科技的就是无线carplay 想的现在配置呢 最高级的就是算是这个坐有点热了 也就如此了 所以整个车非常的简单 当然简单不代表着无趣 反而简单代表着有趣 但是首先我会很诚实地告诉你 豪华奢华也会很有乐趣 就顾加迪啊 帕加迪啊 克里塞克有什么乐趣 当然有 并且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乐趣 我也没有拥有过 我没办法给大家形容 但是这台小Mini的乐趣 我可以给大家形容一二 首先前面是一台2.0T的放动机 231马力 320牛米 驱动这台小Mini呢 官方的0百加速成绩 6秒1 我们把它调到运动模式 6秒1这个加速成绩啊 其实在这个电车时代 我都不好意思说出口了 因为同价位的电车 动动就是3秒多4秒多的加速 但是这个6秒1的汽油加速 和那个3秒4秒电动加速 其实还不太一样 因为它有声音 我没有想到这么一台 30多万的2.0T的小车 排气会这么好听 在它能启动 点火的一下 我还以为这是一台M3 在国六币之后 这样的小车 我真的是从来没有听到 这么好听的声音 并且在运动模式下 偶尔它会伴随着降挡补油 甚至有一丝丝 回火的劈里啪的声音 哇 这个声音简直是太美妙了 并且这样的排气呢 其实处理的恰到好处 很浑厚 但是并不吵人 同样恰到好处的 还有这个动力 但说过231马力 320牛米 并不是很拿得出手的数据 但在这台小车上 哇 太合适了 在这条山路上 我开过很多的性能超跑 但是其实这样的动力呢 更加的易于掌控 我很清楚我车头在哪里 我很清楚我的后车在哪里 我很清楚地板油之后 这个车的动力的极限在哪里 在同样度上 我开过奔驰的AMG GT-R 这个车因为鼻子很长 我需要预判一下前轮的位置 当然我在这里也开过各种的 M3、M4、911 开那些车呢 我也需要思考后轮 会不会过度地打滑 但是开这个车 我的脑子也很简单 我不需要考虑这些东西 转向 刹车 出弯 地板油 入弯 刹车 转向 出弯 地板油 就是这么简单 听到后面放冒声音了吗 我的笑容是不会骗人的 这个简单的快乐 也没有骗人 并且你看到的这台车 路跑的空气 是由另一台同型号的 Mini GT-R拍摄的 那是我们设想老师 刚刚买的新车 他的车是一个 红灰拼色的处理 再加上拉花 同样也很好看 我们把速度稍微慢下来 你也能欣赏这台 Mini GT-R的一些小细节 来自于JCW部门的套件 18英寸的轮圈 比较低趴的车身姿态 整个车看起来 确实很具有精致的运动精神 车里面 新换装的液金仪表 圆圆的中控台 各种圆圆的很卡通的元素 也会很招女孩的喜欢 所以Mini真的是一个男女通斥的牌子 其实节目到这 按照惯例 我会朗诵一段 我编了很久的骚词 来结束这期视频 但是今天我并不打算这么做 因为我觉得复杂 华丽的磁藏和Mini这个品牌 显得有一些格格不入 正如我之前说过的 这个品牌真的就是简单 再简单 简单到处 简单享乐 简单去爱 喜欢记得分享哦